今天我要介紹一家 在東區的隱藏版美食 雖然還在小巷子裡頭 可是客人可是很多的喔 跟我走 到了就是這裡喔 我跟你們說老闆娘她是江蘇人 所以她賣這個道地家鄉味的 韭菜盒子呢 可是使用特別的乾烙法 和一般的韭菜盒不一樣 吃起來是特別的清爽不油膩 小店擠滿外帶人潮 留著一頭短髮的老闆娘 忙碌的穿梭在爐台 工作台以及後廠廚房 高溫炎熱流下的汗水 侵蝕她的衣衫 只為趕緊把美食送進一個個 飢餓食客手中 豆干絲拌上冬粉 調味或勻 脆綠色的韭菜豪氣登場 分量多到完全覆蓋下層餡料 店員費勁的從底層 一點點把餡料向上攪拌另一頭 麵粉半進開水攪打 店員得分批慢慢加入水分 途中以手感測麵團軟硬度 麵團黏成一小球一小球 擀麵棍上下左右慢慢滾平 包進大把舊菜餡料 上下一折 晚工輕輕畫個半圓 雙手撬進一壓 中間飽滿魂圓 外側完美貼合 一個個菜盒子排排站 店員的手不曾停歇 一乾烙手法烹調 彷彿在外皮抹上淡淡金黃 就得這樣不斷翻面烤炕 才能外酥脆那條香 同樣是招牌的豆腐捲 塞進滿滿餡料後 輕輕三個捲折 兩邊一壓去除多餘麵皮 放入冒似鬆餅機的烤箱裡 以高溫炊熟餡和皮 老闆娘變換餡料內容 讓菜盒子展現不同樣貌 各式餡餅搭配小米粥 簡單滋味滿足一天的活力 尤其韭菜盒更是其家商品 韭菜冬粉大塊豆干四張主角 乾烙的餅皮展現小麥清香 coco吃到麵脆和獨特咬勁 同時能感受圍嗆韭菜 竄出頭 高麗菜盒清甜不油膩 配上一點薑變粗層次感 豬肉餡餅扎實肉多汁 微辣胡椒甜滋味 還有綠豆小米粥撒上白糖 小米香氣濃郁 一粒粒綠豆讓咀嚼感更足 不少客人一吃就是幾十年 因為我的母親在世的時候 也經常做小米粥都骨捲韭菜盒的 現在媽媽老人家不在了 以我來講也是一個鄉醜 一種鄉醜之味油然而生 來自江蘇的老闆娘徐高妹 二十年前皆是台灣老公 不顧家人反對為愛走天涯 那是年輕嗎 老公長得不錯 喜歡上她的人 我父母親都不大同意 為什麼 因為在這邊是未知數 既來之則安之 好在老公的爺爺也是江蘇人 不少家鄉料理在台灣同樣吃得到 在這邊後來因為老公的爺爺愛吃 所以看他做 他那時候在八九十歲的 就跟他學做給他吃 後來就鄰居說這個可以做來賣 傳承自江蘇爺爺的口味 徐高妹把一縷香愁包進每一個菜盒子 讓客人也能嘗到思念的味道